九天开出已成都 万户千门入画图 魅力蜀山曾引得无数文人莫刻 流连忘返 而今的四川 不仅是中国新式潮流的引领者 更是美食名城 川菜以善用麻辣调味著称 取材广泛 调味多变 善于运用食材与调料碰撞出丰富的口感 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四川人过几年仪式感十足 正月初一吃汤圆 正月初二走人户 白天逛庙会 晚来有灯会 薄薄鸡 冒菜 串串香 四川人对火锅的极致热爱 延伸出了众多新吃法 凉粉 红糖瓷霸又是别一样的风味 有道是人间烟火气 醉俯世间烦人心 四川人的年夜饭 如同辣子鸡和鸳鸯火锅一般 彰显着它们红红火火的年味 今天年味食堂也慕名来到了这里 锦炉密鼓地准备着一桌四川味道的年夜饭 川菜第一件事情要买的肯定是辣椒 其实在川菜里面 每一道菜辣椒的辣味的味型是不同的 秘诀就在于厨师会选取不同的辣椒来进行一个配比 在川菜里面跟其他我国很多吃辣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花椒它的麻 我没想到在四川也能买到两头屋的猪肉 我们正好是要买猪肝跟腰花 你帮我撑一点 好的好的 两头屋猪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传统喂养 它是吃草为主 所以如果喜欢吃内脏的话 这种猪的内脏是最最健康的 好 谢谢 来吃 你家有两瓶 两瓶 来 帮我来一点 还有这个 这个来两块 谢谢 来去买个鱼 来 老板 来个这个 好 谢谢 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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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到头大家辛苦了 今天我们可以悠闲地 享受一下 我们的文化美食家 顾嘉宾老师 为我们泡的四川盖碗茶 放心 来 依依 谢谢 来 谢谢 我觉得四川这个盖碗茶 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的泡 我觉得特别讲究 它首先它被盖 被碗都得 给它稍微加热一点 然后呢 它茶叶放下去之后 它要去加水 还是分两次加 第一次呢 就加到三层 然后让它就是 香气让它先出来 然后真正在到喝的之前 又再要会加到 基本上就是 整个正常喝的 这个八分满 大家都知道 这剥茶叶 如果你想喝浓一点 就是打水打得多一点 就是把下面泡茶 泡的位置多的地方 水翻上来 如果是要喝淡一点 就是轻轻地 把上面的茶叶给剥掉 就是 是这个意思 对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是这么形容的 就是茶叶香我喝啤酒 可能很多人 他觉得生活当中 要去找乐子 我觉得喝茶 就完全能够让我感受到 生活的那种美好 所以我身边 特别多的四川朋友 今天能请他们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 四川的美食 哇 我觉得 这个屏幕 仿佛都拥有了一种功能 就是可以传递香气 因为我们只要一说到 四川的美食 仿佛大家 马上就能够想到很多的不同的滋味在里面 对 余大厨 四川菜您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大家第一印象就是火锅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种火锅 还有一些比较地道的传统的四川的一些美食 今天有一个叫川北凉粉 我们叫开心凉粉 是您给他命的现代名吗 在四川当地也有这个名字 一会我要问一下 我这一位四川的朋友 白举刚 中国内地实力唱作人 演员 代表作 耳芒 白日梦境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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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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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带了一些四川的特色 我就先放在这边 好 给您介绍一下文化美食家顾嘉宾老师 这是我们的大厨 余宗毅大厨 余老师你好 幸贵 幸贵 老师这一次特别教了一下我四川的盖碗茶 盖碗茶 是是是 这个是我特色 请你喝茶 那要不你们在这边慢慢聊 我们去出发去准备 对 好 毕竟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对 好 辛苦二位 您先坐 慢慢聊 慢慢聊 好 走大厨 你还给我泡茶 对 您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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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得有点那个味 你知道这个盖碗茶 就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住那个 我们姜油 那个时候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那边还 老人们经常去巷子里面 看那个穿戏 然后还有讲评书 对 他们就一边喝茶 一边打麻将 或者长排 非常轻松休闲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用你们 老人居多 用你们四川话说就是拔屎 对 拔屎的恨 拔屎的恨 对 我们刚刚有介绍到 就这个盖碗茶 它其实这种盖碗的泡法 一是为了保温 还有一个特别的讲究就是 天 天 地 人 三彩碗 好 然后我特别学习了一下 说这个 茶大概选三到五克 你喜欢浓一点还是淡一点 我喜欢清淡一点的 清淡一点 那我给你少一点茶量好不好 可以 你自己平时会喝茶吗 我自己平时喝的话就是喝自己对的那种茶 就比如说雪梨 冰糖 枸杞 黄芪 然后有一些用桂圆 干桂圆 泡水喝大枣 什么的 你就不是喝茶吧 你就是养 喝的是养生 对 是 你知道就北京很干 所以就一定得喝点润肺的 清爽的 对 像雪梨汤 雪梨茶就很好 我知道你们有那个长嘴吗 长嘴 对 据说那个长嘴的出现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个茶馆里面人特别多 如果你要跑到每一个人桌面前去给他加茶水 就很麻烦 就有了这个长嘴 是的 古时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 薯茶更是闻名侠儿 茶馆应运而生遍及全城 四川的茶馆往往人来人往 作无虚席 四川人研究出了便于给客人冲茶的长嘴壶 而且 沸水在长嘴中流过 降低了温度 最适合泡四川独特的盖碗茶 时至今日 食用性与观赏性兼具的长嘴壶 俨然已成为了我国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你喝一下 好 试一下 试一下 好 那如果我要去 因为像我知道 清香 别人给我加这个茶汤的时候 我应该这样敲桌子去谢谢别人吗 不是 是这样的 茶盖 你把茶盖拿起来 放在托上 这样放 放一半 你不用说话 你就这样放着 丁小姐就知道 这位客官要加水了 哈哈哈 对 而且你的神情还是 嗯 悠然自得 对 嗯 我就看着前面说评事也好啊 上的戏好 嗯 回头继续 那如果我突然 有事情 有事情 想要离席了 但是我也没喝完 对 那这个时候 你就把茶盖 盖上 盖在杯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随便拿个东西 比如说我有一颗 小果子 比如说 随便什么东西 只要有一个东西 是可以放在 杯盖上的 你只要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店长看到哪怕人不在 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可能喝茶的人有事情出去了 然后就是 如果你不想 比如说中间 讲评书或者唱戏曲啊 或者电影啊 或者怎么样很精彩的时候 你不想被打扰 你就直接把杯盖放在上面 就好了 哦 对对对 这都是一种无声的信号 是 彼此之间的默契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长期传下来的一种暗号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喝完了怎么表示呢 其实喝完了 把杯盖 翻过来 往上一放 嗯 结束了 结束了 该走了 下一堂 走 请 好好来分享一下你的礼物 这个 我们湖南四川都是必不可少的 是 像广东地区啊 北方他们喜欢吃那种甜肠 然后像四川啊 这边就喜欢做腊肠 而且你们比我们湖南的那个做法 又更劲道一点 为什么 我们可能就比较咸口一点 熏的那个味道 哦哦明白明白 熏的味道更重 你们真的就是那个麻麻辣辣的味道 都在里面 调味品很多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边特色的 酱油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 可以试一下 它这个写法和别的酱油不太一样 它口膜头鲜 是的 口膜就是它非常具有特色的原料 哇塞 然后还有就是火锅料 给我带了这么多火锅底料 是的 是的 随便用都试一下吧 好 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吃 一会儿因为我们今天年夜饭也准备了那个火锅 一会儿可以一起来试 可以 可以没有你 那你童年里面年夜饭的记忆有什么菜是必不可少的 嗯 其实我们家年夜饭它没有规定必须吃什么菜 但每年鱼是不会少的 年年有鱼嘛 嗯 然后还有柴锅鸡 还有最后就是所有的菜做完之后用柴锅焖的饭 就下面会是一层锅巴 然后锅巴你可以用鸡汤泡 也可以用烧鱼啊烧豆腐来泡着吃那个锅巴 哇太好吃了 我太想吃了 你跟我说着我都流口水了 按照以前小说来说 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会吃那个汤圆 然后是稀饭煮汤圆 等会儿等会儿 这是完全刷新我的一个对美食认知的食物 就是反正我们家就这么吃 不是用酒酿煮吗 是用稀饭煮吗 我们没有 我们是用米煮 我第一次听到 对我也已经有两年没吃过了 记忆当中是 是这样的味道 是这些菜对 说到这里 我觉得必须拿出我们的礼物了 什么礼物 先看这个吧 对 这是穿据脸谱是吧 对 但它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 这个做的还挺有意思 你看一下它的机关 对被你发现了 你看我们俩一起来 好玩吧 对 你是太久没回去了 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创新的小玩具 就很有标识性 很创新 很有心意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是干啥的 片脸的袍子 送我个披风 我是要去学艺了 各位我先走一步 今天我的路就到这里 因为我要飞了 拜拜 回来还有礼物 你看 哦这个是扇子 煮绣的团扇 哦很漂亮吧 这大熊猫 还有一个 这个非常特别的工艺 它的名字叫磁胎竹鞭 因为它选用的那个竹子 是不能有竹节的 而且它只用竹子最表面的那一层纤维 很光滑的 对然后它是经过非常特别的一些处理 让它拥有这种柔韧性 而且你看它编的非常的细密 今天这个礼物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哦谢谢 谢谢 枸杞 这这不就我平时胖了吗 养生枸杞 来一把 可以 你刚刚一直有说你自己会做花茶 我就在想这个礼物特别适合你 谢谢 感谢感谢 从哪一年开始就 生活方式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其实也就是近两年吧 近两年会随身带保温杯啊 泡泡茶啊什么的 主要是因为我在19年参加一个唱作类的节目的时候 那两个月吧 就是每周得写一首歌 身体透支 然后就发烧 两个月烧了四次 嗯 我在医院的门口 蹲在那儿 起不来站不起来 然后去帮我量血压 不是有那个软的包着的吗 帮我量血压 他刚刚气一冲起来 我说大夫快听快听太痛了 我受不了特别痛 特别特别痛 就是也是一定的程度 就是想要给朋友们说一声 不要过多去消耗自己的身体 身体才是 身体是革命本权 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能够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谢谢你今天送我这么多 具有四川特色 民族文化的一些礼物 然后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 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几位朋友 带了几位朋友 来我们的一桌年夜饭 是的 是的 而且这几位朋友 他们都是把现在的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和现在的一些 当代的艺术也好 当代的朝鸢文化 很好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年轻人 我们看一下你的几位朋友 这儿 朋友在成都 我们在成都 我晓得我们的态度绝对不服说 应该是好多帅哥美女 他们说的情话 来感受当地美是四川的文化 在春秋路灌溉 在酒烟桥和酒 我们代表这多城市的说唱歌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成都 任小鬼达的rapper JBBZ 黄泽 然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可能是想要把四川的 本土文化的一些元素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 想跟我的音乐做一个结合 然后可能我们也会去合作一些 本来就会去做川剧这一块的艺术家们 然后一起来和合作完成这样的音乐 我平时的生活呢 可能除了在创作音乐之外 我也跟朋友们一起山上逛一逛 然后去采采尔吃吃饭 吃吃火锅 更多的可能是在不停地在这个城市里面 感受这个城市带给我的一些慢节奏的生活 这个也会加深于我对创作上面的灵感 所以说我觉得成都带给我的最大的一个 只有一个字就是爱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太具有包容性了 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对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能够在这种慵懒而休闲的生活状态中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对 我是又翻雪 我们目前做的主要是希望说能够把鼠井推广的更好 然后主要是从事的汉服的推广工作 我们现在单独创立了品牌 那就希望说在传统服饰和当下的这种穿着方式中间 去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它在当下也能够持续发光 而不是树枝高阁的作为一种文物存在博物馆里 我们做过沾花式女图的系列的服饰 那我们也做过灵山行者系列 就希望说把古代的这种影视或者说居士 自在的服饰感待到当下 再和当下的服饰结合 今年呢刚好也是我在成都的第十年 我觉得成都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有这种慢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 同时呢它也追求一种小清新或者小文艺的状态 它一方面能够有高压的地方 有文学 有美术啊 或者说各方面的追求 一方面呢非常地宜然自得 就是能够很接地气地生活得很舒适 我是周夏 我现在在做的是意境川菜 它比起传统的川菜来多了很多的一些元素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秉承着延续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川菜 同时也延续无法川菜的制作方法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现代元素 比如说像中式庭院 然后营造了一个非常残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体验感会变得更不一样 实在中国位在四川 所有人的理解就是川菜只有辣 它不只辣的一些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做深度的一些挖掘 我们异味的产品系列当中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 濒临失传的这样的一些川菜组合进去 我们会把这一个板块做深度的 包括当成自己的一个事业来去深度的挖掘 同时把一些老的川菜更多的结合在 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系列当中去 诶 是来了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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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铺音乐讯辑船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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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达邨str fchan 泛啰造的 创哲持人 虞泽华泽给我们展现一下你带的东西 我今天本来我就是一个做音乐的一个rappa 所以说我肯定带来一个属于我的东西一个麦克风 一个麦克风 来来来来 拆开吧 直接打开 今天礼物就当场拆开 这 是 这个很有意思 我有天晚上 我被这个麦克风吓了一跳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蓝牙语言街 你还谁的蓝牙 我刚才说蓝牙语 你送给我们 你还连自己的蓝牙 稍微关一下 没事不用关 你为什么被这个麦克风吓了一跳 那天晚上 半夜三点 我正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做歌 突然间我背后传出来了这样一个声音 你在干嘛 就是 就背后突然出现这个声音 你不觉得很吓人吗 谁在玩这个呢 就是我的当时我弟弟 他在玩这个东西 他看我没睡 他上来给我拿水 然后他就上来 你在干嘛呢 然后吓我一跳 你在干嘛 有点意思吧 可以吧 你玩得多吗 我还好了 来看一看 乙哥会有 反正你礼物都已经在这里了 走一个吧 那就走一个 然后我刚刚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 那个披风 你要不要一起戴上 啊 啊 做 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 现在就戴上了 气势 真的 这个 这个你一唱完就飞起来了 来来来来 好心情 走一个 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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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那就直接走起了 直接来吧 耶 不只要喝点盖尾茶 嗯 他们都晓得每天我们都在这耍 看我们手舞主导 问大家新年好 如果今天问你明天不上 起不起的走 没关系 大家要享受生活 因为没的人 嗯 他会跟你争斗 把感觉拿到这儿 我要祝你恭喜发财 我唱完这句 谢谢 哎 大家把红包拿来 嗯嗯 听到没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 这是四川新说唱 他们根本听不懂 但我想这儿 传播我们本土的文化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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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没有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 你把你用四川话去说唱 然后你把中国一些传统的民族乐器 然后有融入到你的beat里面 嗯 对吧 对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可能会更想要创新一点 然后里面的戏曲的唱腔 你是做了一些采样 然后放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 欢迎欢迎黄泽 欢迎黄泽 欢迎黄泽 好 谢谢谢谢 范雪 今天因为特别要把你设计的这个汉服 为我们全新的来演绎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设计对吗 对 这是我们的新年款 就是将这种鼠秀 鼠颈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服饰 和当下的这种穿着方式结合起来 今天也给你们带了两套 我们新年款的衣服 哇 谢谢 这是给依依准备的 谢谢 我们的九色鹿款 也是寓意着新年勇敢正义 像九色鹿一样 好 谢谢 这个和你是同款是吗 对对对 这个呢就有一点传统中医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我们处景片 它是也是织在了衣领的一部分当中 中医就是古代的这种 没有扣子的时候 就两个袋子系好就OK了 哦 非常方便 其实汉服穿起来是很方便的 我们要不要行过唐代的你吗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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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教我一下 对唐代的你插手里 左手这个样子 对对然后大拇指把它放进去 平着 哎对哇太好 手势怎么样呢手势 这个怎么的 这样这样子 左手是这个对 然后右手这个样子 然后把大拇指插进去 这个样子唐代的插手里 这样子 是这样的 对见面的时候如果要请你 就意思是你遛我也遛 欢迎范姑娘来到一桌年夜饭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小白 欢迎欢迎 谢谢欢迎 谢谢欢迎 远道而来 谢谢谢谢 来来来来 好可以了可以了 好谢谢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美的礼物 我要把它收起来 这个是一个同一个系列的 就是我们 好的这个是男士还是女士 这个是你的 这是一个西装 因为在看了你很多那个穿着西装 谢谢对我是很喜欢的 我把它穿一下吧 哇 好看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刚好大小还很合适 对刚好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些 这种诺间的形式啊 就是汉服里面的这种元素 和当代的这种服饰 它们结合就希望说 能够把以前的汉服的元素带一些进来 因为传统的还是太严肃了 就穿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这样就会很方便 我把它收好 收好 谢谢谢谢 谢谢喜欢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让你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将汉服的文化推广 就是一穿上汉服 就比如说穿上我们唐代的喝字裙啊 或者说琴代的这种曲居啊 就会马上代入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唐朝来的姑娘 就很有代入感 那一穿上而且都会很美 我们开始接触到就是做四川有特色的 还是就是把鼠井这种非不是文化遗产做进来 把它和当下的服饰结合起来 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份这个鼠秀的团扇 那鼠秀它是四大名秀之首 而且在东晋的时候它就是鼠中瑰宝 它和其他的这些秀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织的方式不一样 那它的针法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的针法 它就是双面的这种针法 就是这个的话秀凉应该也要差不多秀个半个月的样子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美的礼物 感谢感谢 好 还要特别欢迎意境川菜创始人周夏 特别想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意境川菜 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起源 实在中国位在四川嘛 我们还是想要代表四川的这一波年轻人 然后把我们传统的川菜的原汁原味 然后希望它能够留在历史长河当中 同时我们又想要满足更多的一些年轻人 对于这种川菜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秀净川菜 明白明白 懂了 今天您带的礼物 带了礼物 我也特别期待了 我觉得 对 有口服了 展示一下 漂亮漂亮 辣辣的香味 第一道菜的话是我们的招牌凉粉 对成都的小吃一决 伤心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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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的话它其实也是凉粉 但是我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做它 然后这个是烧焦的 你挑一个 你要哪个 哦 我 我 你想两个都吃是吗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没有说错了 被我发现了吧 是 那你两个都尝一下 都尝一下 好 然后挑到 挑起来了再吃就好了 好 对吧 好 我试一下 嗯 这个好香啊 真的是那个辣椒的清香味 烧焦是吧 嗯 嗯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那是辣椒的那种鲜甜 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然后 凉粉本身它是没有味道的 对吧 对对对 那就很能够融合这种烧焦的香味在里面 嗯 嗯 嗯 你应该吃辣可以了吧 我已经吃辣退化了 我喜欢这个 烧焦味先哈 嗯 我喜欢这个 伤心两本口味比较重一点 哈哈哈哈 这个算是你们的一种创新对吗 对 我们把它带去给余大厨和顾老师尝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对 也去看一下他们现在厨房里 准备的怎么样了 好 你帮帮忙 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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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老师 于楚今天 我们的周老师 周老师和白老师 为了犒劳一下二位 特别带了一个小凉菜过来 哇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对对对 尝一下 烧焦凉粉 川北凉粉 试一下试一下 好的 他俩都很会烧饭 像周老师的可真的就是大厨 像我的话就是家厨 那挺好家厨也好吃 嗯 那两位今天带来什么拿手好菜 我带了一个鸡豆花四川 因为大家都觉得四川川菜非常辣 所以说我今天专门带了一道不辣的川菜过来 所以说鸡豆花就今天献丑了 鸡豆花的汤底很重要 对 它跟开垂白菜其实是同比的 然后都必须要特资高级的清汤 然后来做 而且这道鸡豆花呢 它口感跟豆花一样 但是你又看不到一颗豆子 对这就是它的原材料 对我们鸡豆就是经过千载万剁 千锤百炼 然后剁成了这样的龙 而且我知道在18年的时候 鸡豆花是被评为了十大川菜之一 是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这么厉害的一道传统川菜 真棒真棒 那我们赶紧开火吧 见真章 就我们今天的 这个汤好香啊 这已经是提前熬了八个小时了 闻出来的鸡汤的香味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加一点点水 还要加水啊 对 哦在鸡胸肉里面加水 这是为什么 因为要把它调散然后倒进去 哦 那它到底最后是散的还是 它会自己 成坨 对 哦 哦 所以它是一道咸口的菜还是一道 咸鲜味型的一个代表 咸鲜 外婆有做过这道菜吗 没有 我在四川没有吃过这道菜 你是在哪吃的 北京 我是在北京的川菜馆里面吃到这道菜 是因为绵羊地区没有这道菜吗 我不知道感觉我们那边好像很少有人吃这个菜 可能太贵了 哈哈哈 要用到的这个 时间 时间和昂贵的食材才多了 对对对对对 你看它慢慢成坨了 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吃的时候 就很小一碗 差不多就这么小一碗吧 也像我们的盖尾茶一样 有拖有杯有盖 就一小碗一百多 是的 因为它是精致川菜 非常费功夫 那在川菜里面不辣的除了像这种鸡豆花 甜烧白 还有什么是不辣的菜 像四川还有一道代表之作 大刀金丝面 大刀 对那个刀大概有一米五左右到两米这样长 师傅他直接切的 那道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道菜是一定是破过世界 吉利斯世界纪录的 因为它的那个面的细度 可以在一颗针的里面穿个十来根 我觉得可能是越是重越是稳 对 对吧 它不容易 可能在四川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可以做这样一道菜了 因为这个肯定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和练习 他们的平均年龄应该至少是在七十岁左右了 您现在有开始学吗 现在靠着这个方向一直在走 然后也在跟着一些师傅 但是现在这个记忆感觉 还拿不出手 对太难了 太难了 现在就好了 然后我跟大家去分装一下 好 好 然后我把围裙就递交给小白 来来来 小白这是你上次吃到鸡豆花的那个器皿吗 好像类似差不多 比这个小点 果然是精致啊 可能还小 好那接下来辛苦您 好的 好的 我帮您 谢谢 好小白今天要做的原材料是 原材料是鸡爪 为什么要做鸡爪呢 就是有一个寓意了 这个寓意是抓服器 这道菜的名字就叫 白氏鸡爪 好 来吧 好 把水倒到能够淹过我们鸡爪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是你常做的一道菜吗 对对对对 也不是常做 偶尔做 然后再放几颗小花椒 麻麻的 对 作为四川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它同时去腥 去腥 而且我知道像花椒也有很多讲究 对吧 花椒 青椒 麻椒 对 我真的是买到那种四川的花椒的时候就特别好吃 对 那你一定买到是当年的那个红花椒 花椒一定要当年的就是才是最香最好的 是是是 桂皮来一点 对来一点点 香叶来一点 对对对 然后再倒一点点小小 要酒 对要酒 周老师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好了 等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好没问题 这个大概要包15分钟是吗 半个小时吧 哈哈哈 那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不玩个游戏怎么样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蔡丁可 就赢了的那个人可以要求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多做一道菜 好 来三二一 三二一 我赢了 那我就必须要再点一道菜 好 因为我很喜欢吃的一道川菜 我觉得大家也都很熟知的就辣子鸡 好吧 好的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我看哪些我能帮忙的我也来一下 好吧 好 您就来吧 好的 直接来炸吧 好可以了 首先呢要放一点葱姜 一点香料 先把油增加一点香味 哦还是这样的 这样子呢可以让鸡里面的腥味呢 炸得更好会更增香 就我学到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一步 你在家里做过这道菜吗 我做我在家里做 好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是葱姜枯掉的时候就可以了 哇 好香哦这个油一下就好香 做辣子鸡 一定要用鸡腿肉 不要用鸡胸肉因为鸡胸肉很柴 对 葱花调五小鸡过油 小鸡炖蘑菇 来这个时候 葱段 葱段 好 蒜片 然后我们的 灯笼椒 灯笼椒 我这个菜必须得吃 调好的味汁 这个这个是里面放了些什么呢 花椒酒 生抽 一点点盐 一点点鸡粉 一点点糖 吃不出来甜味但是就是 有一点那种鲜味 就OK了 还是蛮非常抖的 虽然做不好但得吃好 好嘞 可以了 来点香菜 成功 完美的辣子鸡 还有最后一分钟 哇 软了 有炖到你想要的程度吗 有脆度 对 有脆度 那你这个和广式的那种凤爪 有什么区别 我这个是白式鸡爪抓服器的 口感差不多虎皮的那种口感 但味道很好 中口味的川菜 我光是闻到这个蒜味我就觉得很好吃了 很香啊 锅气很香 这个干边味道 就是一般的什么烧鸡爪呀 它会汁多一点 我这个就没有什么汁 我怎么感觉可以出锅了 还没有 还没有 这个颜色其实还不够 像那种黑蜂爪 黑蜂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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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颜色其实还对的 黑的 这个颜色其实还对的 颜色看起来就很香了 谢谢 好 好 灵魂来了 香菜 可以关火了 好香 这个香味200分 谢谢 谢谢老师夸奖 味道还可以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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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喽 今天准备的比较分胜 分胜 分胜 很分胜 请入席 今天这个真的要感谢小白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对 之前在知道 要来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一定是要邀请这九位朋友 他们真的太合适了 所以特别感谢小白邀请他们来 可以通过我们这张卫视 通过一桌年夜饭的节目 让大家看到在他们身上 闪闪发光的魅力 谢谢他们把这些文化书书 带给我们大家 对 特别棒 那我们给大家买上饮料 开西 好嘞 先把饮料买上 请帮我蒸馒 谢谢 好 我们先一起举杯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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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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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迫不及待的要尝一下 小白 各位的菜了 对对对 主要是你的 不不不不不 哎聚会期间我们也提倡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可以多多使用公筷 嗯 来喽 我要第一个开动了 还可以吧 入口即化 好吃 怎么样 好吃 香菜的那种香味 谢谢 跟鸡肉融合 谢谢各位老师逢长 感谢 感谢 你自己吃一个也很好吃 吃一口背吧 哎 很好吃吧 对呀真的好吃 没配你吧 因为一般冷的会腥的 其实不会 就是你的那个香料放的特别多 小白你来品尝一下鸡豆花 好 哇 这个鸡豆花的形状真的很好 汤带肉一起 嗯 怎么样 味道太好了 太鲜了 太好了 非常的好吃 哎 那这个火锅我们是不是得配一点蘸料 哦对对对 一一先来 我先来 你怎么配 我是必须 那这个少了怎么办 香菜 再加 倒不够再加 先倒完 好 香菜 对然后葱 第三个我一定放这个 小米椒 哎 好 这个我不会太多 然后芝麻 这个是我觉得它比较香的 其他的我基本上就不太放了 不放了 嗯 对 你不放香油什么的 我真的 我一点都不夸张 在我没有去过重庆之前 不知道有香油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开玩笑 不知道有香油的料点 哦你不知道香油是可以吃火锅的 对 其实香油吃火锅有两个讲究 嗯 一个是香油你涮一遍之后 马上它能够温度降低 然后第二个是可以 如果你特别怕辣或者什么 它其实可以帮你 减一点点辣味 蘸了香油 油碟吃了之后 对胃的伤害会少的 小一些 真的是辣的 辣的东西刺激的东西 明白明白明白 那今天来一点 必须要来必须要来 好 到你了 我 嗯 其实我的就很简单 我的就是 香油 来一点点葱花 其实也有香菜 不过没了待会加就好了 一点点蒜泥 可以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了 就是香油香菜葱蒜 我觉得可以了 就这么多 这也是比较地道的四川人的吃法 是吗 我觉得这个算是标配吧 我问一个这个在四川人面前 就是显得我还挺 知道的 对 你们用的泡菜是洗澡泡菜 还是老泡菜 一定是老坛泡菜 放很久 那些蔬菜蔬果它没有办法储存的情况下 一定是放在坛子里的 而且四川它本身是潮湿的一个地方盆地嘛 就更适合我们去腌制这样的泡菜 那周夏让你记忆犹新最深刻的年夜饭有哪些 我印象最深的年夜饭其实就是去年 因为我们在北海有一家小店 然后我们当时的时候出差过去了之后 就因为疫情 然后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 所有的同事聚在一起 正二八经熟了一个帅过了一个 好好过了一年 对过了一年 而且吃的菜全是我们自己 正二八经亲手做的 就这一个记忆对于我最深刻 是是是 我也是去年 因为去年我们全家人一起 穿着汉服过了一个年 哇 其实从最开始 大前年的时候我穿着汉服的时候 家里人都是很反对的 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正经啊 就穿着汉服 天天又上班到处跑的 但是从前年到去年 我们做了很多活动 家里人就觉得哇好美啊 而且他们也上街可以看到 特别多穿着汉服走的 他们就哎 确实很美 大家都想尝试了 越来越多人喜欢和介绍 对 然后走上装造 就是整个做做成唐代的 我们就会做呃女生都会穿 褐子裙啊 然后骑胸乳裙啊披个斗篷 男生都会穿圆领袍 就是我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大家一起接受了这种 哎文化也特别的美 去年是过得最开心的一年了 这个是很有意义 嗯 太棒了 而且长情应该很美哈 嗯 黄泽你呢 印象最深的年夜饭 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吧 也那次的那个年夜饭 其实让我挺难忘的 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然后我父母基本上都 平时都不都不在我身边 就我跟我爸是属于哪种情况啊 就是应该就是在十二岁的时候 我爸才回到家里 才回到我就是住的那个家里 我爸回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爸 真的 因为没有没有跟他有过生活嘛 也没有接触过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爸回来的那一年 我都没有叫过他爸爸 我从来因为因为我有点 不习惯 喊不出口 然后在第二年的过年的那一天 就是刚好就是在大连三十的晚上 然后我就叫了他一成爸爸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觉得他对我有愧 这么多年没有一直没有陪过我 没有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父子抱在一起 痛哭了一场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 这辈子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感动的 对 我想对我爸爸说的话就是 其实爸无所谓了 以前的那些事情我觉得 你有你的苦处 你有你的难处 我完全理解 但我希望接下来 我和你都得好好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的家 过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满 爸爸现在会听你唱的歌吗 会 我爸车里会有一张我以前的一张专辑 一张碟子 对他就会经常放给他的朋友听 然后说这个歌怎么怎么怎么样 是我儿子唱的 然后什么什么的一系列的 来 唱出来好不好 有伴奏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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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首歌 其实我可以稍微 就讲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成都参加一个说唱的比赛 然后那天 刚好我的家人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让我回家 他说我爷爷生病了 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去了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我爷爷当时就住在我们的那个房子里面 就梳着夜 然后我爷爷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跟我说这位过来 然后我过去了之后 我爷爷说 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 但是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跟我说 但我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当时也不懂 我真的不懂 然后我就给他弄了一碗饭给他吃了 吃了 然后在当天晚上的凌晨四点 我爷爷就走了 后面我才明白 我爷爷一直在等着我回家 他才放心 对对对对 所以说然后我写这首歌的第一句 第一句歌词就是 其实不用这个 我就这样说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在深夜像一颗催泪弹打入我心怀 我从没想过你的照片从此变黑白 已无法想象再见不到你身影 当这一秒我又从睡梦中清醒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爷爷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了 就是反正就是我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肯定不会忘记我跟我爷爷吃过的每一顿饭 每一次跟他谈怒心扉 每一次我们聊天的那些瞬间都会永远记到我心里面 然后想说爷爷我真的挺想你的 对 就反正有感而发的一首歌 所以说当时我写那首歌的时候是边写边哭边写边哭 对付出了情感 对对对 音乐人就是会非常的感兴 嗯 对 那对于你们来说呢 对未来还有什么样更大的期待 首先还是得坚持自己最初的这个选择 因为我选择了做厨师 选择了做川菜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是得去 就是挖掘川菜最本真的一些味道 把更多的一些中式的一些美学方式 一直坚持下去 这也是我们这一波年轻人应该必须 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真好 真好 他选呢 能够做最真的自己最开心的自己 不要去受外界的太多的影响 其实我们前面做很多活动 大部分是流于形式 真的去附庸风雅了 后面就希望说这些方面都能够更深入 做得更真 是发自内心的去深入了解这种东西 然后开心的是自己 然后再带动说周边的人 我的话就还是不忘初心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拿起麦克风的时候 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自己现在的这样的状态 然后做更好的音乐作品 然后把我们中国 不止中国四川我们所有的这种好的东西 融入到我的音乐作品里面 然后更多的人 甚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音乐 这可能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向往 反正归根结底就是不忘初心 保持热血 是 特别好特别好 也请大家相信年轻一代一定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 好嘞 嗯也祝福所有人 祝福你们在自己选择的这一条事业道路上面可以乘风破浪 好来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今天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新春惊喜 这个通过看手机 看你们能拿到什么样的新春惊喜好不好 来我们周青先来 新春惊喜盒看一下有什么惊喜 选一下吧 我有选的红的打开看一下 请一老师给我打开 好 谢谢你的好运气 哎呀空的 哦红包 哦 打开看一下 太好了 这是小时候特别想要的 嗯 吃下每个人为你夹的菜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赐福 赐福 对啊 对好服气 对对对对 来来来你先找一个 我来了 我挑一个 辣子鸡 寓意着来年红红火火 好 好谢谢谢谢 来小雪 给你来个伤心凉粉吧 你带来的 哈哈哈 不是这是开心凉粉 今天是开心凉粉上过年的 好来一个开心凉粉 开开心心明年 我就来挑个鸡爪吧 好 祝你今年抓到所有的好的运气 好谢谢 好 我就给 酥肉 你来一个酥肉 好 最美味的给我 来大桌 好的 嗯 我祝您年年有余 想吃鱼了 找鱼师傅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一定一定 那我就来收个尾 祝你的生活甜甜蜜蜜 耶 谢谢你 好继续来抽惊喜 来继续抽 开箱开箱 开箱 哎 看一下是什么 太神秘了 棉胃食堂邀请券 啊 就是 这个不仅是送给他的福利 也是送给我们节目组的福利 寓意着我们来年 还要给大家准备丰盛的一桌年夜饭 邀请您明年再来 到时候期待你带着更多美丽的 孰景孰秀来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张邀请劝我们一起分享 好不好 今天所有的人 咱们今年都做一个约定 明年再相会 好 小泽 小泽一看就要吃个大的 不 我要选小的 我要小的 年龄岁小是吧 哎 小的可爱一点 我看一下 我这个真的好小 小福气好 说的没错 我来看一下 随机freestyle 这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ok的吧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我想邀请在场的所有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配合我来唱一下这个歌 好 很简单 可以可以可以 当我唱到就麻辣麻辣麻辣 你们就说加麻加拉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和兄弟姐妹和过此起加麻加拉 全国人民全部都要加麻加拉 ok 那我们开始了啊 好好好 麻辣麻辣麻辣 加麻加拉 和兄弟姐妹和过此起加麻加拉 全国人民全部都要加麻加拉 心底一连我们都要加拉 加拉 好谢谢 谢谢 也借你这一首歌 把极庆的祝福送给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好了 最后一个 留给的就是我的 最大的 这个 哇有点中 哦 这个是牛肉 牛肉条 小白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呢 我知道你不太吃猪肉 对吧 是 是是是是是 当然也不知道是你会收到啊 哦 所以呢 这是我从四川卢州 特别是找过来的 古令麻辣牛肉 哦 麻辣牛肉 你可以尝一下 谢谢 来来一起吃一起吃 这个也是祝你牛年牛气冲天 谢谢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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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思议啊 这个加麻加拉 年轻的朋友们 加麻加拉 嗯 好吃 喜欢的味道 好吃好吃 最后再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小礼物 这是我们准备的新年的祈福 小香郎 啊 这就是你刚刚和小泽在做的一个 对对对 小惊喜礼物 谢谢 我们新年的小香郎 希望大家都能得福 红韵当头 那我们带着新年的福气一起去 留下一张全家福吧 好 好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哎 哈喽 哈喽 我的好朋友江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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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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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为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刘涛 你好 王媛媛她的爱人 你好 现在很少年轻人愿意去干这门手艺 然后我也是特别想着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你先休息吧 就老样子 你先休息 他俩今天来就是要给我一万点暴击的 哇 用糖做的玫瑰花 我亲手为你做的 我们一起来祝福两对深情的抗力 祝福你们永远爱情甜蜜 生活幸福